哈喽大家好我是神厚莉 今天为你们介绍的就是 加入制第二桌一个高层的G单位 那个单位的使用面积就是87平米 它就是上房套还有工人套房的干的 配有床家具 现在就让我带你们看吧 首先我们经过一个小巡关 进来的就是看到那个客厅还有餐厅的位置 那个房子采光挺不错 主要就是看楼井 可以看到部分的维多利亚港 对面的一栋大家也应该很熟悉了吧 就是凯旋门 还有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那个凯旋门的远景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客厅还有餐厅的位置 你会觉得那个客厅的位置就是方方正正的 因为它隔壁有一个小柜 我会之后为你们介绍 就是现在我们开身那个餐厅的位置 它就是加了一个镜子 你会觉得特别亮特别宽的样子 还有放东西的柜子也是蛮多的 还有客厅的中间它加了一个小门 一个门口 它就是可以把它关的 那么客人不用走进来 还有我就是跟你说那个客厅的位置 隔壁有一个小柜就是这样子 还有那个酒廊旁边有第一个房间 就是方方正正的 就是方方正正的 还有它蛮好利用那个窗台的位置 还有两层的小孩子的床 放东西的位置也是蛮多的 看到吗 门的后面还有一个定桌的柜 也是挺厚的 那个房间的宽度就是2.4米 你看也可以放蛮多东西的 再来我们过去隔壁的一个小房 大概就是5.8平米 方方正正的 宽度就是2.2米 深度就是2.6米 也就是放蛮多柜子 那个房子是比较 可以多看一点西九龙文化区的地 还有那个圆景也是比较多的 还有那个窗台的位置 它就是放那个树桌子 旁边还有蛮多柜子 所以放东西你不用担心 还有那个柜的下面 还有一个可以反过来的床 你看 也是挺大的 我觉得那个房间也是蛮好用的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主卧的位置 大概就是11平米 宽度就是2.6米 最长的深度就是4.3米 它还有配一个L型的窗 所以那个房子的采光是非常好的 还有它看的景观是比较多的 主要就是楼井 旁边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海景 那个南半辣海的景观 也是非常漂亮的 你看到吗 那个双人床放了 还有蛮多空间的 门的后面还做了一个大的衣柜 还有发装的桌子 所以那个房间 如果你好好利用的话 也是挺好用的 卫生间也是开发商原来的装收 没有什么改动 也是配有窗子 可是我有一次客人 他就把那个淋浴的位置改做 衣帽间或者放洗衣机干衣机也有的 酒廊的旁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小的卫生间 保养也是挺不错的 好了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那个客厅 还有餐厅的位置 真的保养非常好很干净的样子 所以基本上你拿包包就可以进来了 来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厨房 它就是乳型的卸机 也是跟开发商原来买回来的干戈也是差不多 只是那些橱柜船都改掉了 床都是新的装收 还配有一个窗子 主要就是看楼井 放动室的位置也是蛮多的 旁边还有一个小窗 你可以晒衣服 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工人房 基本上你可以放两个工人的 可是它有定做柜子 里面还加了一个空调 所以基本上你拿钥匙不用买家具 就可以进来住了 如果你们对我今天的推荐有兴趣的 可以加我微信跟我联系 还有麻烦你们多多转载 多多分享 还有多多关注 最后麻烦你们点我一个赞 作为鼓励 还有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莉莉胜沈头莉 谢谢你们支持 再见 拜拜